新娱乐再现 那今天呢是中国传统的佳节 七夕节 在这个非常甜蜜的日子里 我们首先要来关注一条好消息 说起这个消息呢 可以说既在人们的意料之中 却也十分的出人意料 那就是二十多年来 始终对自己的感情生活 保持神秘的刘德华 终于是勇敢的在公众面前 牵起了爱人朱丽倩的手 而这段传了二十四年的绯闻 也在这一刻真相大白 那这一天呢 朱丽倩等了太久太久 而我们也等了太久 太久 8月25日晚上近11点 刘德华与朱丽倩搭乘的NH0074班机 由马来西亚飞避香港 早前得到消息的定义 十家媒体一早就遵守机场 这一次媒体终于用镜头 记录下了香港天王刘德华 与地下女友朱丽倩 交往二十四年后的首度携手亮相 当天刘德华身着白色衣服 肩卑琳囊 一副舟车劳顿的模样 在其身边的朱丽倩则粉袋未深 打扮也相当服务 得知会在机场遭遇媒体 围追堵截的两人双双戴起了口罩 但看到如此多的长枪短炮 朱丽倩还是显得有些感谢 人情之中 他紧紧抓住刘德华的手 小心翼翼地躲在爱人身后 当刘德华向记者挥手针一时 朱丽倩在一旁默不作声 全程他都低头不语 甚至连抬头看人的次数都屈指可数 眼看女友受到惊吓 刘德华赶紧搂住朱丽倩 将他护在身边 破乱之下 刘德华的助手们 只能手拉手围成一道人墙 好让刘德华与朱丽倩顺利前行 但前呼后拥的大堆人马 还是不幸将同行旅客的行李打翻 现此僵局 刘德华连忙出面打圆场 虽然现场气氛略显尴尬 但媒体依旧不依不饶围绕在 刘德华与朱丽倩身旁 有媒体猜测 此次刘德华与朱丽倩 实质紧扣高调回港 很可能意味着刘德华将给 等待了24年的地下女友朱丽倩 一个名分 对此刘德华给出的答案 并不明朗 如此看来刘天王似乎还不打算 完全将自己的感情生活公之于众 但这次的高调牵手 已经突破了他20多年的最大尺度 外界认为刘德华之所以一反常态 让藏着掖着的地下女友朱丽倩浮出水面 极有可能是想给刚刚去世的朱丽倩的父亲 一个交代 也给宝藏等待之苦的朱家 一个交代 本月18日朱丽倩的父亲朱建成在马来西亚不幸去世 刘德华随即前往大马调宴朱赋 葬礼上 为不让外人得知刘德华与朱家的关系 朱家摆出了雨伞阵 而正是这种躲猫猫的迂回战术 让刘德华遭到了外界对他情感真实与否的强烈质疑 时隔六天 刘德华终于大方出现在朱丽倩父亲的墓园 祭拜祝福 至此刘德华与朱丽倩的关系才终于明朗 出生豪门的朱丽倩是1985年 马来西亚清朝小姐继君德祖 得奖当时他坦言刘德华是其偶像 经人介绍后刘德华与朱丽倩郡主爱和 当时朱丽倩19岁 刘德华24岁 在朱丽倩之前 刘德华曾公开表达过 对张满玉